那一年,他偷了我的idea 我喜欢跟人聊天 认识新朋友,了解各行各业 有一次出差,在店里跟一个店员聊天 知道对方也对科学教育工作很有兴趣 而且是喜欢科学动手做的同好 我们聊了一些科学实验,十分开心 聊到我等的东西都已经好了,还在继续聊 对方告诉我有一个科学教室 在当地好像是很有名的 讲到这里,店员忽然语气一转 他对该单位有很多不满意 原来他跟那里的创办人曾一起共识 一起分享过许多科学实验 没想到他朋友自己出来创业 做的也是科学实验补习班 最最令他不爽的是 课程中很多是他当年想到的科学实验 所以让他觉得 我的idea被偷了 我们好像常常听到有人说 他偷了我的idea 他会成功还不是我的idea 大家在聊梦想时常常是这样 我们可以圈圈圈,然后叉叉叉 就可以成功赚大钱了 而大部分的梦想都是停在寥寥的阶段 直到有一天,有人确实执行了圈圈圈叉叉叉叉 把idea付诸行动成功了 提出idea的人就觉得不是自卫了 心中很在意这个idea本来是自己的 但这个idea真的只有你想到吗 这个idea换你做 你就会做得好吗 一个很棒的idea 真的中了大趋势的风口 或许猪真的会飞起来 但不要忘记,把猪放到风口上 也需要许多的努力 就算idea真的很有价值 也不代表实践idea不需要付出努力 有梦想不会让你伟大 梦想要被实践,才有它的意义 既然是好的idea,就值得你为它付出 idea只有空谈,是无法展现价值的 一个行动的价值 远超过心中的一百个梦想 马上开始行动 向大家展现你的idea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